其实今天这样的事件 两位艺人也是深受其 还是希望可以捍卫到自己的权益 所以身为创办人的我们 也希望站出来 替他们讨回该有的公道 丫头去年跟好友森田联手 打造了快电商平台性 超过6000位网红跟艺人加入 营收超过5亿的惊人数字 不料最近尽传出 有个叫莫本的招商平台 二一甲借旗下合作艺人名义 欺骗消费者购物 其中最大受害者王思佳许维恩 因工作无法出席开记者会 现场还进行电话连线 感觉的出来火气不小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思佳 然后今天因为有工作的关系 没有办法到现场参与这个记者会 谢谢森田特别打电话来 让我有机会可以说上几句话 我不希望有人一大只创业的名号 然后拿着我们艺人来做广告 这个事情从以前就发生过很多次 那这一次我们觉得这部门够在迷行 所以我们会采取提杠的动作 当下其实我笑了 就是觉得怎么会有人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们最主要是害怕有更多的消费者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开记者会说明的话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就会相信 那就会导致他们这些受害者的金钱损害 像现在真的太多的这些不肖业者都会做这样的行为 可是我们永远抓不到 今天不止我们三位艺人 其实非常多 相信有很多记者朋友也都有报导过类似的 有很多很多的艺人都有被这样子侵权到 可是我们永远抓不到对方是谁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方是直接算是一个现行犯 直接他我们连名字都知道 可以直接做提告的行为 我觉得可以也藉由这次的机会 喝止很多有动歪脑筋的常商 应该要停止这样的行为 而现在被称为妇业女王 丫头也透露 其实是吃了很多亏才学到的 做生意上面多少一定会遇到一些不肖业者 但是我觉得这次的事情特别的严重 是因为我们的艺人受到了这个损害 所以我们是希望保护他们 但我以往在其他的副业 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没有人可以保护我 所以我只能保护我自己 所以我非常理解今天我们艺人朋友的心情 对 所以才会是同等的心情为他们站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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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